主持人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駕馭Top Car 也因此每一家超跑車廠都使了大絕 要推出比較親民的超跑 正如今天開到夢想街這兩台車 首先讓我們歡迎McLaren的720S 讓我們聽得知道 好聽啊 直線加速啊 但是它其實乍起隧道來聲音更是不同反響 另外一台車趕快讓我們歡迎 是Lamborghini的Hurricane Performance Day 沒有人跟我說要先準備一下耳塞 怎麼會大聲成這個樣子呢 這一台車其實在日常生活中 甚至在台灣的大街小巷裡頭 實際駕馭起來感覺怎麼樣 據說還挺親民的嗎 這兩台車我問如何馬力都是很大 驚人的到底哪一台車比較適合台灣的 乘風買家 歡迎今天翹日討論的兩位好朋友 首先有請超跑說好家家巨大 超跑的林智希 Yeah Give me five 好熱血喔 沒有先跟我講 我剛剛要準備耳塞 怎麼會大聲成這個樣子 我們先一開始 命題先鎖定在 這兩台車都是Top Car超跑車廠 然後為了讓它的超跑可以更親民一點所推出來的車款 但你們覺得哪一台比較適合台灣的道路這樣子上下通勤可以使用呢 智希您的看法 我自己其實還是比較喜歡賣阿倫 因為其實它雲無雲霧喔 再來是它的吸氣數比較小一點 所以基本上你在一般道路上如果你不要開的時候 大概開起來還蠻平順的 所以如果你要開快的話 這台也是目前的算是加速網 對 直線加速網 那你的話呢 你這一台是台灣Only One的哥吉拉陸克的 我們要開Burbo的那一台 那這兩台你選哪一台 應該是說在沒有它出現之前 我覺得我會選賣阿倫 但是它出現之後我應該會選賣阿倫 好 因為目前為止這兩台車 應該說它有點像小P1的感覺 這一台像是親民的牛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台Performant 它的一些外觀跟內裝的狀況 要比就比到底 剛好這兩台還都帶灰色系 這一台是軍艦灰喔 欸 論外表的話 我覺得眼睛眼神它贏 這個圖表之後來我自己 跟一個好朋友一起設計 但是我們先講一下顏色好不好 這個顏色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想要這個顏色 但是呢 其實喜歡 但是沒有真的勇氣買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很多車子的顏色 並不太適合使用這個顏色 比如說像 Pakani也好啦 或者是 我的山豬 等那個時候 其實使用這個顏色 跟那個時代的年代 可能會有點 太有點唐突 對 所以這個顏色來講的話 當時其實我 就猶豫了一下 到底要不要買的顏色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到這麼貴 我那種了不起 就大概三四十萬台幣這樣 就加到破百萬 對 後來我還是選擇這個顏色啦 橘配灰 對 靈魂不一樣 橘配灰來講的話 像我們的車身的卡鉗 也是用橘色 因為我覺得橘色 跟軍艦灰搭配起來非常漂亮 這一代的小龍來講的話呢 它的外觀比較像它的大哥 就是V42缸的 我們講說Adventor S 那個外型 比較接近 主要是在這個西柱這個地方 這一塊來講的話呢 是有點一舉同工之妙的 那我覺得設計師在這方面的 一個線條的拿捏 應該說比前代 蓋得更不更漂亮 對 很銳利有沒有 線條 線條 它在其他很銳利的感覺上 它並會上是一種侵略感 因為有一些車子 太銳利來講很刻板 那麼Perfermentor上面來講 很多的鍛道碳纖維 是設為一個標準配備 就不需要再做一個選配 那我覺得這種鍛道碳纖維來講的話呢 我應該可以跟各位解釋一個 最大的重點就是 它的質量跟它的剛性 會比傳統 號稱得好 因為我們做實驗不知道 號稱比傳統的碳纖維 還多了將近30%以上 這個尾翼 簡單來講 是稱為阿拉系統 這也叫阿拉 對 看起來很像阿拉沒有阿拉那種發音 但是其實看起來 這個尾翼好像固定式的 沒有什麼對不對 其實是錯的 因為它的玄機是藏在裡頭 實現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我試過 它會把你的空氣力學阿拉系統 全部就是關掉 對 就變成幾乎沒有封 比較沒有尾翼的封 太強大的封組 Perfermentor來講的話 它阿拉系統從前頭車頭一直做到封 所以車頭就是貼地 它貼地 對 所以它並不是只有單純的靠尾翼 這個尾翼來做 對 貫穿全車的意思 對 再來呢它的排氣管 它的排氣管 很多人說 將軍大你這是會不會改排氣管 我說不改 為什麼 因為原廠排氣管 應該是太合金了 我要怎麼改我也不知道 所以已經100分了 而且剛剛 沒什麼好挑 剛剛你也聽到 你也被嚇到那種聲音 可是你沒有先講我整個嚇到 不是 將軍大自己也被嚇到 那個聲音在 太大了 對 整個炸出來了 而且它有很好 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有三段模式 它有舒適 它有Sports 它有一個COSA 就是比較競技 賽道 這三個模式之下的 排氣管的聲音都不一樣 更重要其實 我必須跟觀眾講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這三個模式之下 它剎車再踩的力道其實也不一樣 對性能的追求當然是永無止盡的 但是在我們日常生活可以用到的 這個範圍內的極致性能 大概我現在看到Performance也是 將軍大已經把它當成日常生活用車了 但是同級區的其他車 到底哪一款會比較適合台灣的 一般的成功買家呢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